手把手教你看懂你家的天然气账单 你真的会看自己家的天然气账单吗 里面到底包含了哪几项费用呢 为什么有时候账单的金额高得害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温泰华体育经纪莉莉 今天是一期解读天然气账单的干货视频 如果你家也有使用天然气供卵 那就一定要耐心的看完哦 在温泰华生活的小伙伴们应该对Ambridge都不陌生 那是加拿大最大的天然气纯储 运输和分销公司 也是我们温泰华大部分家庭都使用的天然气公司 那首先你登陆Ambridge的网站 金融私家的账户就可以看到上个月使用的天然气账单了 应付多少钱应付的日期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在这里查到 右边标明的重要信息呢就是读表数 最下年一行啊是上个月的读表数 而中间的呢是本月使用数字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预估一种呢是实际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条件 最好还是每月坚持自己读表上报 虽然理论上工作人员每两个月会来抄表一次 但实际上他们来的次数啊少得可怜 都是靠系统推算的预估值来收费 而且预估值呢有时候会会高的离谱 这也就是你家天然气忽然高的下人原因 再往下看就是你家这个月天然气使用量和相应的费用了 第一部分啊是账单汇总 先是上期你的账单支付情况 再下来呢是你本月一共要付多少 这一部分呢比较容易看懂 第二部分说明了你家的天然气费 到底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 第一行呢是服务费 也就是抄表出账单的这些费用是固定不变的 你就算这个月完全不使用天然气 也是要交的 哪怕天然气公司并不派人来看你家的煤气表读书 而是让你自己去表上看书交给他们 这个服务费也必须交 这钱人家真是躺着就挣了 下面的三行啊 依次是传送费 运输费和探税 是根据你家的用量啊 变动计算的 第五行这里才是你家真正的煤气使用费 再下面一行啊是调整费 最后呢还有一个税 这几项加在一起 就是你家本月阴郊的天然气费用了 我们以这个账单呢为例子 还在看到一个月66加一币的天然气账单里 其实只有10块5毛6是真实的煤气使用费 那这个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你可以结合着右边每立方米13加分的价钱 乘以本月啊80立方米就得出了10块5毛6的费用 那听莉莉讲的这么多 现在你可以读懂你家天然气账单了吗 还有哪些不明显的地方 也欢迎留言评论哦 关注莉莉湖买房买房 从此都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